火箭队在今年休赛期完成了接连的补强,球队在损失了封信球员阿米扎以及巴默特之后,迅速得到了补强,得到了安东尼以及恩尼斯,同时在休赛期,签约了多名封信球员, 目的就是为了在下赛季去继续争夺冠军,另外,值得注意的是火箭在今年休赛期的续约工作,火箭利用四年1.6亿续约保罗,同时9000万美金续约贾佩拉,在整下赛季,火箭队的整体薪资以及奢侈税将会达到了1.65亿美金左右,这创造了火箭的历史。 火箭接下来或许还会许约戈登,同时火箭1就尝试在下赛季去追逐大牌球员组建三巨头,届时火箭的薪资以及奢侈税将近一步扩大,但是火箭1会进行这样的操作,这放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。 最为核心的因素就是火箭换了老板,火箭队现任老板费尔蒂塔对于球队的希望失去争夺冠军,同时球队愿意为此付出奢侈税,这也是火箭莫能敢于进行这些操作的因素之一。 有了老板的许诺,火箭队在实力补强方面越发容易,而随着火箭的战绩越来越好,贝尔蒂塔的身价也逐渐倍增。 在买下火箭队时,贝尔蒂塔的身价仅仅31亿美金,而如今已经达到14亿美金。 在短短的10个月时间里,贝尔蒂塔的身价暴涨13亿美金,这无疑对于他而言是巨大的收获。 火箭在本赛季休赛期进行了升级,得到了安东尼,这是火箭的引人补偿最佳,火箭也因此拥有了三巨头阵容。 若是在下三季火箭能够去捍卫自己的战绩,同时能够打出不错化学反应,那么安东尼在明年休赛期之后,依旧有可能留在火箭。 而火箭在今年休赛期的升级,对于明年休赛期是一个不错的好处。 明年休赛期勇士队能否留住五巨头阵容,一旦勇士五巨头解体,那么属于火箭真正的夺冠时期将会到来。 明年休息一下,连续冬天市民进行期间。 在约翰、连续冬天市民进行期间。 明年休息一下,连续冬天市民进行期间。 您对于明年休息一下,连续冬天市民进行期间。